这小子 好大的胆子 也不怕本王就是凶手 此乃尚好的浮屠灵空茶 此茶摘自浮屠山 十年一收 乃是五国中最顶级的茶叶 尝尝 据晚辈所知 这浮屠山 好像在大昭境内吧 而这浮屠灵空茶 好像也专供大昭皇室享用 不知凌雾王大人府上 怎么会有如此好茶呢 此茶乃是前些日子 大昭使臣入我王都市 赠送给陛下的 本王得陛下恩宠 这才分道一些 说吧 你今日前来 究竟所为何事 实不相瞒 为李清风意外深死一世 李清风之死 乃是意外 当日你也在场 还想知道些什么 真的是意外吗 不然呢 李清风被人种下了影咒禁制 此禁制一旦种下 便再难爬出 李清风突然暴毙 一定是有人引发了禁制当中的绝杀之数 才令其陨落 想不到你小小年纪 竟对影少楼的近视 颇有了解 大人过誉了 听说施展此数的时候 施数人必须与死者离得极近 而当时在现场的 只有颜淮将军 四皇子殿下 凌雾王大人和我四人 秦晨 你究竟想说什么 听说陛下 让凌雾王大人调查真相 凌雾王大人在调查真相之后 面断言五安侯就是影沙楼楼主 凌雾王大人不觉得 此事不符合逻辑吗 此事不符合逻辑吗 你是不是想说 是我杀了李清风 然后嫁祸给我安侯 晚辈既敢孤身前来 自然不认为凌雾王大人是凶手 秦晨 你好大的胆子 你就不怕本王杀了你 若凌雾王大人真是凶手的话 估计早就对秦晨动手了吧 果然是英雄出少年哪 没想到你竟然如此胆大 之前本王还在想 是不是你杀了李清风 不过现在看来 是颜淮无疑 颜淮将军 他为何这么做 这次返回王都之后 颜淮因镇守妖祖山脉有功 已被调任禁卫军副统领 负责巡逻皇宫 他的目标是皇宫 现在还不清楚 暂时不宜打草惊蛇 还有 鬼仙派的高手 这两日便会抵达王都 你也是杀死念无疾的 嫌疑人之一 千万要小心 鬼仙派 多谢凌雾王大人提醒 若无事的话 你便早点回去吧 来人 送秦晨离开 晚辈告辞 请下侯爷请 这小子 好大的胆子 也不怕本王就是凶手 还真是 出生牛都不怕虎啊